咳咳咳 哎呀 三十九度二 想开几天病假呀 艾夫 您觉着呢 我看你还是把 怀里面那杯开水拿出来吧 你们这样的我见多了 拿出来吧 艾夫 混过社会是吧 说说吧 为什么装病 有特别重要的事吧 不装不行 对 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可以给你行个方便 不过 我得检查检查身体 放心 不要那种眼神 就像体检那样 不搞别的过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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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 体检那样吗 肯定啊 我们有分寸的 你放心吧 不行 你要保证 我保证 就像体检那样 你放心 我懂 姑娘 你不就是怕男朋友知道吗 别担心 不要紧张 没事的 别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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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证 刚才我回了一趟寝室 就是为了拿这个 你还真当我小孩啊 你真卑鄙 你好意思说这两个字啊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我想开多少天假条 你就得给我开多少天 要不然 我就把这个交到小半去 我来说 言语 神语同学 老三说了 开水泡 体温表 那招已经是用烂了 他肯定是得逞不了了 唉 我这一着急 就去找了我大姨 明儿一早 你去医务室 我大姨给你开后门 你大姨是医务室的 那你不早说 我当时不是怕 不行吗 现在啊 妥妥了 以后你们开价条 找我呀 不用 那我刚刚正要发出来 你已经是在了 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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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 有人 没用 我看你了 你好 娃娃娃好 娃娃娃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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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陪你一起到了 就算是别人再好 我都不想拥抱 感情的风暴 谁又能预料 而我却深深陷入那情感的老 说什么来生又远 我们还会遇到 我只想拥有你现在的每分每秒 梦温暖眼角 爱却已退潮 那些过往的誓言 早已随风圆飘 曾经以为天荒地老 为何结局在一切难逃 是我把爱想的太好 还是你的爱太不可靠 曾经以为天荒地老 为何结局在一切难逃 回忆撕裂或心头烧 只剩下痛将我紧紧拥抱 我已无可救药 这个神经病 在发现华为林另有奸情之后 口口声声要挥剑斩情思 实际行动却是每到周末 就往坝下阵跑 完全陷入了一种 女性更年期才应该有的 亢奋之中 弗洛伊德说过 人生有两大悲剧 一是没得到你心爱的东西 二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 神语就属于前者 在遭受迎面打击之后 他像得了强迫症一样 最心于偷窥华为林 及其女友的生活 据我分析 神语这种状态 源自于一种自卫心理 他隐于暗处 一边享受孤独的折磨 一边却幻想华为林 有朝一日发现到他 并为他的付出感动 含着热泪拥他入怀 但我认为 游戏的结局 绝不会是他想象的那样 在唯一中之后 保留他的